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美味的葱油拌面 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一把面条,一把小葱,半个洋葱 还有一碗完美配比的酱汁 碗中加入6勺生抽 4勺老抽 要烧白糖 夹拌均匀备用 洗净的小葱切段 洋葱切片 切好装盘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食用油 油热后转中爪 把小葱,长葱放进来 慢慢炸至 炸至葱段必滑 捞出 葱油烧晾冷 把酱汁沿着锅边缓缓倒入 熬煮一分钟 关火出锅备用 锅中水烧开,下入面条 加几滴食用油 少许食盐 加入食用油和食盐煮面条 是为了防止面条粘连在一起 面条煮熟后 捞出迅速过下凉拌开 将面条吃起来更加劲道爽滑 把面条捞出 瀝干一下水分 放入另一个大碗中 把熬好的葱油淋上来 搅拌均匀 让面条与酱汁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再装入盘中 再撒上一点葱花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葱油拌面 葱香味十足 面条爽滑不粘连 特别好吃 一大盆吃光光 赶快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